这些都可以扔了 经过这么多次的迭代 还有一网买来用的模块 其实Tunc模块不需要那么复杂 最重要的是它能适应更多的场景 去掉自恢复保险丝 因为它选的不好 在高温环境会影响USB的供电 为了追求小巧3.3V的LDO 用这种小功率的供电电流就太小了 收发指示灯也没有必要 高速的时候看不清 还会影响信号线的高频特性 况且测试信号有没有 一把镊子就可以搞定了 还有裸板带到户外 放在包里防尘是个问题 芯片也有被撞歪的风险 排针切换电源是可以的 但是这么做拆在包里会炸肉的 用拨杆开关虽然不炸肉 但是拨杆开关承受的电流不大 时间久了还会接触不良 而且防尘也是个问题 这样的排针接口只能用杜邦线 想做更多的扩展和测试 真的很麻烦 这次做的串口模块优化了PCB的设计 配有防尘罩 接口有多种连接方式 还有防滑腰线 OK材料都备齐了 开始组装 组装 最下面三个角切换VCC对外的供电电压 上面的TNW可以驱动485的发送允许 最上面的四个角是可以对外供电的TTL串口 两边的腰线在插拔的时候一点也不滑 接口两面都有标识 可以焊线焊排针还有其他2054的插座 裸板可以这样和其他PCB很稳固的对接 这样装排针可以连接防尘罩 要想稳固连接的线可以焊在背面 要装连接的线可以准备 这些画面就会有点小火 是否有点小火 就像你们的小火 来浮复化三个角落 我们的冬天最后就会有点强热 也有一点小火 如果我们的冬天就会有点小火 在鱼野萝卜上 不可以煮到大火 再加上水 i Woah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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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窗口模块很容易复刻 更多的用法等你去发现 别忘了来评论区分享 我是积电将 下期见